我網上看到有個餐廳是關於叫做Dutch Baby的東西 它就像一個叫做German Pancake 我昨晚已經將它所說的材料做了麵糊 它的材料我稍後再跟你們說 我現在就預備前期的工作 首先我預備了一些啤梨和士多啤梨 還有我磨了一些檸檬蓉皮的蓉 一會兒吃的時候就放上去 現在我另外一個前期工作就是 我在大焗爐已經開了400度的火 還有將Cast Iron的鍋子已經放進去 一起熱的了 之後我會示範一下 我們一起看看如何試做 首先我預備了一些啤梨和士多啤梨 還有我磨了一些檸檬蓉皮的蓉 我打算一會兒吃的時候就放上去 現在我另外一個前期工作就是 我在大焗爐已經開了400度的火 還有將Cast Iron的鍋子已經放進去 一起熱的了 之後我會示範一下 我們一起看看如何試做 這個麵糊就是我昨晚做的了 那裡面其實是有什麼材料在裡面的呢 材料裡面就是有一杯麵粉 三石雞蛋 一杯牛奶 還有三大匙的糖 還有半茶匙的鹽 這樣我昨天就已經放進去 然後就拌好 拌好之後我就放進雪櫃裡冷 那根據那個食譜就說 最重要就是那個麵糊夠冷 那個Cast Iron就夠熱 現在我的鍋已經很熱了 你看看出煙了 然後我就把牛油放進去 然後就拌坏了 這樣就拌均勻這個鍋 把麵粉放進去 還是不是的 我聽說要放在牛油再熱一點才行 現在把麵團倒進去 然後放進去烤 烤25分鐘 已經拿出來了 拿出來之後 我再放少許的麵團倒在麵團 然後灑點糖粉 然後放一些檸檬皮 其實你可以放你自己喜歡的東西 或者你可以放蘋果 蘋果、砂糖、豬油翅膀 總之就是你自己想吃的東西 或者放蘋果酥肉也可以 或者糖也可以 現在我可以切開去 然後放點吃 好 我試一下切開去看看它是怎樣 外面看起來是脆的感覺 中間是有點脆的 就是這樣 我可以切成這樣 好看 三角形 好看 這個也是切成這樣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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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好看 就是我剛才覺得自己 可能油要更加熱 它就會再更鬆 讓它會更鬆 看看它裡面就是這樣 中間是脆的 外面就是脆的 看看依你的喜好 看看你想放些什麼 我就放些水果 喜歡的話可以放些忌廉 也可以 看看 整個就是這樣 我不客氣了